凌晨4點多台中七騎雙圈黑衣男 拿長刀當街揮砍被砍的奮力抵抗 雙方扭打成一團 換成車內駕駛視角 拿刀的人換成另一個白衣男 凶神惡煞很可怕 旁邊好幾個還在打 影片在網路瘋傳 還下標題寫著酒吧前當街亮刀 你們都是認識的 你剛剛頭到底都有在現場嗎 對 是怎麼經濟 沒有他們就是喝酒然後吵架 吵架 有人受傷嗎 都沒有受傷 有打架嗎 沒有 都是護腿這樣而已 護腿而已 對 推擠啊 對 推擠而已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 31名警力到了 現場只剩4個人 亮刀的兩個已經跑了 你怎麼打到要撞 誰受傷 沒有受傷 他本身上都起 他身上都起 怎麼都沒受傷 沒有啦 我沒受傷 你真的已經跑了 他多可能他又破壞了 一群人在半夜當街吵什麼 原因 理由都說不清楚 警察可不是好惹的 立刻先把他們帶回警局再說 据了解30歲的高姓男子跟三名朋友在七齊的旅館喝酒 離開時在店外碰到了29歲的謝姓男子跟27歲的陳姓男子 原來這兩個人早就知道他在這故意守在門口堵人 要為之前的事情討個交代 但雙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 演變成街頭二打四的場面 眼看兩個打不過 陳姓男子進到車上拿出西瓜刀不斷揮舞想嚇嚇對方 結果在激烈拉扯中不小心傷到了高姓男子的手 來尋仇吵架的兩個人嚇到趕緊落跑 留下被找茬的四個人面對一票遠景 但落跑也沒有用 馬上就被警察追出來兩名嫌犯已盡到案 被遺傷害罪及設違法送辦 東森新聞李明侯張成日在台中的採訪報導